自从像阳光那样的因缘上线以后,网络上就掀起了跳赤脚舞蹈的热潮。 王一博的新歌迅速爆榜,因为歌曲太好听,所以网友们都陷入了新歌的单曲循环。 有网友搞了相关投票,王一博的票数遥遥领先。 很多人都怨无内娱,但是王一博真的是一股轻疗,他的街舞很厉害。 现代舞也很好,一支舞蹈对他的情绪所控制着。 王一博的舞蹈就像是有一种绝匠的生命力,能够抓住人心。 王一博是一个业务能力很强的男人,他展现出了艺术的担当。 素颜出镜,还有青色的少年期,拿温暖又治愈的歌声。 再配合着唯美的舞台和专业功底,王一博投入了表演的功夫,突破了自己也打破了上线。 他有一种反复归真的感觉,正是纯净打动了观众。 如痴如闷,太唯美了。 如果单看王一博的外形和天赋,就已经是一个跳现代舞和古代舞蹈的好苗子。 但是他却学习了街舞,于是就高了许多维度。 不可否认,王一博在舞蹈方面已经是顶级天赋,而且还很努力,一个能融会贯通各种舞动的人。 实在是太强了,做王一博的粉丝很幸福。 因为镇竹不仅质量高,而且求变。 虽然已经出道几年,但是网友们还一直有新鲜感。 经验众人,有很多人能够用舞蹈讲故事,表达情感。 但是王一博却干净又温暖,也不缺乏演员气质。 王一博敢于挑战现代舞,而且还是独舞,一个人撑起来了整个机场。 拿骨头架子真的很精致。 天生就是吃跳舞这碗饭的,因为他四肢修长。 身体薄弱却依然有力量。 之所以如此出圈,就是因为王一博做了突破。 导致别人想模仿也无法跟上步伐。 还能轻松回归本心,快人一步。 这就是领头羊的能力,唯有本心最能打动人心。 王一博敢在跨年这种地方尝试没试过的舞蹈,也满足了粉丝们向往中的自己。 追星无非就是追星理想中的样子。 他很有艺术天分,也非常美,不仅是因为脸蛋。 还有拿当勃的身体宛如天使。 歌曲也很有意境,展现了高级的美丽。 推举起了平凡人的希望,一个小男孩素面朝天。 用白衫好黑裤子就轻松战胜了所有人。 曲子和歌词不仅透露出忧伤,还有很多感动。 因为他不愿意随意糊弄。 所以充满诚意,不仅靠同行衬托。 也有傲娇的灵魂,临近结尾时候的奔跑。 少年的脆弱如同蝴蝶。 拿偏飞的衣角,张开的手臂随分吹动了发丝。 都配得上那张脸。 唯有这次的舞蹈最反复归真,让粉丝热热泪盈眶。 这不是孤独的故事,因为有光,落叶,飞鸟,大象,都在表达美好,充满希望。 他是一个顶级艺人,更是一个顶级歌舞高手。 发力精准,明明才25岁,却没有带过伤痛。 也从不愿炫耀努力和天赋,即使身处真意漩涡,也依然追逐着温暖的声音,给了粉丝勇气。